《明報多倫多》5時半三文直播是有 Concord拿了高層豪宅 Seasons Upper House Collection赞助播出 Seasons Upper House系列 更高層更宽敞 高人一等令人使務 安產總監察長勤施在今日說 未來不會再分區重開 安產今日的新增個案有1588宗 連續第二天少過2000宗 完成了38,400宗的檢測 確診率是5.2% 多倫多有524宗新增個案 皮爾區有335宗 幼克區有94宗 而在醫院方面 今日也有好消息 安產首席醫療官威廉斯醫生 在今日發出備忘 說現在無論是新增個案 住院人數 還是ICU病床的使用率 都呈下降趨勢 所以被安產的部分醫院 恢復非緊急手術 安產是在今年4月20日停止非緊急手術 當時跡壓的手術有多達25萬個 隨著安產疫苗接種加速 很多人已經打完首劑疫苗 大部分人亦表示 對疫苗接種之後的反應不明顯 但就要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據已經接種完第二劑疫苗的人說 反應大不同 一位年輕的前線醫療人員說 儘管他很高興 可以比預期早接種第二劑輝瑞疫苗 但今次接種與上次相比 要和兩倍多 鄭小姐是約克區 一間醫院心臟科的註冊護士 她說她於3月下旬 接種了第一劑輝瑞疫苗 本應於7月下旬再接種第二劑 但上週醫院突然來電話說 當日有供應 她就索性接種了第二劑 你什麼時候接種了第一劑疫苗? 3月下旬 你本來應該什麼時候接種第二劑疫苗? 我本來應該是7月尾打的 不過醫院那裡打來 讓我說可以現在打 打完第二劑 手就比上次痛了兩倍 晚上的時候就覺得很累 經常都覺得很累 晚上的時候又發了低消 100度左右 不過第二天醒的時候 回復正常 你三個部 你的理想居所 就是Seasons的Upper House Collection 寬闖的兩歲房和三歲房高層單位 給你開揚的景觀 頂級的用料 還有8萬平方呎豪華會所設施 由Conco負責發展的Seasons 位於北約克中心地帶 鄰近超級豪宅區Bridal Path 八某大型公園 濕圍站和巴士站就在左近 2022年即可入火 詳情請上網 ConcoSeasons.ca 由於接種疫苗的人數增加 接種的年齡也開始放寬 一些流動的注射站 已經開始為12至17歲的青少年接種疫苗 接種疫苗的速度加快 到了今年9月讀學期重開的時候 學生回到學校想免售課的機會 也開始增加 多倫多教育局今天說 家長可以在今年8月中才決定 今年9月開課的時候 他們的子女是選擇上網課 還是回到學校上面售課 教育局說 他們將會在8月向家長發出網上問卷 請他們回答 從而決定他們子女上課的方法 到了8月的時候 教育局會更清楚到 學校重開的防疫措施 也可以為家長提供更多上面售課的具體教學情況 也能確保教職員、學生和家長都已經完成接種疫苗 雖然薩夫說過 5月31日先開始為12至17歲的青少年接種疫苗 但現在已經有很多疫苗注射站開始這樣做了 另一方面 多倫多市會在維多利亞日長洲活舉行接種疫苗大行動 開放19,000個預約名額給市民登記 其中6個臨時疫苗診所 長洲活平均每日可以多為4750人做接種疫苗 這些預約今天下午4點已經開始 大家可以登入多倫多市政府的網站查閱 這一次的預約是比18歲以上的人 不包括12至17歲的市民 但是大多倫多區裡面 熱點流動疫苗診所就不受這個限制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最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加拿大的單劑疫苗接種率 今個星期有望可以超越美國 截至星期二下午 有超過46%的加拿大人 至少已經打了一劑疫苗 在過去七日中 加拿大平均每日為0.9%的人口接種疫苗 到了星期四的時候 將會有約48%的加拿大人打了首劑疫苗 而美國目前有47.19%的人口接種了首劑疫苗 在過去一個星期內 平均每日為0.22%的人口接種疫苗 加拿大在兩個月內反超前 兩個月前 美國接種首劑疫苗的人口比例 是加拿大的三倍 當時加拿大只有約7.4%的人口接種了首劑疫苗 美國的接種速度減慢 可能是與美國人不穩接種有關 在上個星期發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有34%的美國人表示不會接種疫苗 相比之下 Angus Reed Institute星期一發布的一份報告說 只有12%的加拿大人說 他們不會接種疫苗或者未決定 與3月份的19%相比已經有差跌 而在剛剛過去的一個週末 多倫多一間疫苗接種親所 在不到24個小時內 接種了超過1萬劑的疫苗 多倫多大學醫療網絡的科學家Queen Farm說 反映出民眾願意接種疫苗 尤其在少數族裔社區 他們只是之前沒有機會接種 當機會來到的時候 大家都踴躍接種 加拿大預計在今個星期 將會再收到450萬劑的疫苗 聯邦政府的目標是在秋季前 幫所有符合條件的加拿大人接種疫苗 疫情期間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勤洗手、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佳淨水 安省每天新增確診個案數字 一日少於一日 距離安省重開的日子 一日近過一日 不過如果連每日檢測數目的數目 都不斷跌 就不是好事 因為專家說想安省在這個夏天 順利重開 秋天又不會有第四波方法 檢測數目就要夠多 控制傳染流行病學家 兼多倫多大學助教 Colin Furnace 說 要結束疫情 不能單單靠打疫苗 而是不斷檢測、檢測和檢測 重要事要說三次 Furnace 則覺得 省庫現在將全副精神都放在打針上 反而忽略檢測的重要性 他建議 省庫應該令想做檢測的省民更方便 不單在藥房或診療所可以做測試 還要伸展到工作場所 例如餐館如果有朝一日可以重開堂食 伙計就應該一個星期檢測幾次 多倫多大學公眾衛生學院的副教授 Ashley Toot 也表示 當上戶開始重開時 省庫需要的是一個 給市民可以輕易使用的檢測系統 方便政府追蹤和控制疫潮 當每日確診個案越來越少時 檢測反而更重要 因為地方性的公共衛生局 可以有更多時間來調查每一宗個案 科學家也需要檢測數據 來了解 疫苗對壓止疫情多有用 另一個問題是 市民打了第一針後 仍然可能中招 還出現新冠肺炎的病症 但往往以為自己已經有護身符 就闊腦懶你不檢測 病毒就會繼續傳播 請支持萬錦小商戶 餐飲外賣及購物 請瀏覽visitmarkham.ca 昨天安省衛生廳長葉莉亞說 很快就會公布安省的重開計劃 今天安省總監察長勤斯 就再透露重開的更多細節 她說省庫的重開經濟計劃 不會再按地區劃分 而是採用一體化的措施 她解釋說民眾都會跨區 如果再用地區來劃分 部分地區嚴點 部分地區鬆點 那些人就會跨區活動 從管理教嚴的地區 走去管理教鬆的地區 看來今次再重開 若一區的市民 不用再擔心多人多人會跨區 今次一切一起沒得去 一切一起開 為重開經濟 安省僱主都已經做好準備 多倫多地區商會首席執行官 德席以亞集話 寫字樓工作環境 會變成一種新的混合型工作場所 面對面的協助和遠程工作 會聯在一起 辦公室出勤會變得更靈活 同時 飲水機和咖啡機旁有聚會的人數限制 商會和其他商界領袖會商 探討Sidney 新加坡 香港 奧克蘭 和美國部分地區重開經濟 為多倫多提供借價 德席以亞又說 根據這些城市的經驗 在重新開放的頭六十天 大概只有25%到30%的辦公室工作人員 會回寫字樓 但之後就會開始不斷增加 至於如何確保 辦公室安全是大家討論的重點 有人建議在會議室安裝溫度傳感器 如果這個空間裡聚集的人太多 照明燈就會變暗 在寫字樓大廳 或者辦公樓層安裝外賣取貨點 送餐送到這裡 員工就會自己去拿 避免午飯時間電梯爆滿 分散咖啡機和午餐點 保持社交距離 更改高火車和公車服務 值以減少公共交通的擁減情況 總括來說 辦公室和居家工作混合安排 可能會成為新常態 每週大家回辦公室的時間減為4天 3月商會發布了一項市場調查 顯示在市區辦公室工作的員工 有64%已經準備好回到寫字樓上班 而且這個議員不斷增加 相隔42年 多倫多豐業隊和滿地可嘉人隊 終於會在季後賽碰頭 多倫多和滿地可的市長 當然放過這個機會 曾經挑對方機 他們為這個比賽刺下了一個賭局 各自先捐出500元 去到各自城市球隊所屬的慈善基金 並要輸球的一方 除了要去市政廳前 升上贏球球隊的對企 並且要再捐多500元 去到對方球隊的慈善基金 最後還要請對方的市場辦公室喝啤酒 以及吃當地的特色食物 如果豐業隊贏球 滿地可就要請吃smoke meat sandwich 相反加人隊贏球 多倫多就要請對方吃bacon sandwich 第一場比賽會在今天星期四 在多倫多居行 天氣報告及油價 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氣溫約16度 明天平均氣溫約29度 今晚油價131.9 明天預計會沒有升跌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今天是佛誕公眾假期 亦是長洲太平清照的正照 不過唱包山和飄式巡遊等重頭戲 因為疫情要再度取消 神功氣和送神儀式就復辦 市民在入場前要用手機掃描安心出行 或者填寫個案資料 今年的三座包山由15.5米高 大幅蓄水至4.6米 一年五日舉行的長洲太平清照 今天踏入第四日 以往人流最多的佛誕 今年人流比上年還少 下午的時候長洲大街一點都不迫 中環去長洲的渡輪 更加罕有感冒滿了 市民不需要排隊就可以上船 長洲評記的張老闆也表示 今年的生意和去年差很遠 至於來玩的市民都說已經帶了新冠疫苗 出門玩得較放心 不過也沒有忘記做了防疫措施 現在疫情吧 買個平安包 大家平平安安 因為之前都了解過沒有人想進來 反而自己進來會覺得比較安全 今天為何會進來長洲 拜神 我們連年都去 去了三十多年拜神 為何會買平安包 好吃和有意圖 沒有身體健康 有甚麼期待 你情快點過 你情快點過消失 這個我又沒有補 沒有補過 不記得了 身體健康就甚麼都包含了 是吧 何文田的華英中學申請原子重建撥款 原定明天在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審議 但政府昨天突然暫時撤回項目 華現階段不能得到議員支持計劃 有報導引述消息說 不少建制派議員質疑華英中學涉嫌和犯修例事件赤上關係 擔心學校未來不知如何嫁學生 私下表態不支持計劃 事源是早前有議員在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反修例事議 有議員就想加深了解重建學目 最終發現這間學校的白學團體 是基督教循道維利聯合教會 而校長曾經在學校專欄華英教書 呼籲政府各自修訂逃犯條例之餘 文章的用詞被人奇怪感覺 擔心學校未來不知為何學生所以反對學目 翻查翻資料華英中學校長溫志華 曾經在2019年6月12日 暫時在華英教書 說修訂逃犯條例為社會帶來極大傷害 破壞了寧靜的學習環境 他說倘若我的孩子出了什麼事 你們有不能迴避的責任 而華英中學就回覆說 近兩年香港社會出現動盪 對學校也帶來一定的衝擊 所以怎樣令同學可以在寧靜 平和的氣氛下學習和成長 一直都是學校的目標 學校持續引導學生成為手法 顧己吸引和平理性 不以任何暴力形式處理問題的中學生 將繼續按照教育局的政策和指引 培育的質素對國家對香港承擔的生命 各位請問這部 各位請問這部 是健康的康 是正常寫法 可能大家會想起我多些 因為和我的名字有關 你今晚唱歌是否會有人怎麼聽 是呀 我都很緊張 所以都是不斷去練習 因為都會知道 這個節目很認真 今天這個節目這次 真是有很專業的評判 還有亦都有一些是 可能是平常聽開歌的朋友 都會是 看看他們給不給like 但我覺得是開心 因為可以聽到一些真實的意見 因為我自己都是 就是新人 我覺得很需要別人給我多些意見 那我就可以多多學習 可能有些意見是很 Hush 是呀 我 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都不知道為什麼我上這個節目之前 已經有很多人問我 你會不會 聽完他們的意見之後會哭的 我覺得是 看回他們說些什麼 因為有時候都不知道 那一下的感覺是怎樣 那就 我希望自己不會哭的 是呀 但是我是 對可能別人的那些批評或者意見 我是樂觀的 就是我會覺得是 如果好的我就可以學習 你對自己的歌藝 有沒有信心 我覺得是 有信心的 我覺得因為這首歌 第二次跟孫文監製合作 其實是 因為合作久了 他也都教了很多唱歌上面的技巧 有 其實練了都很久了 我有試過在邊做瑜伽或者在邊跑步 邊唱 因為真的 練戲 是有幫助 還有都是 是呀 重複不斷練習 成為牛 realized 但是 沒想到 可是 和藉說 都沒想到 你 好 有 您 你 過